美食 哈喽大家好我是平客不是平景 我现在搭乘了特辑勇子号来到了静岗县的一东站 这一次呢我要以这边为起点进行一场四天三夜的旅行 那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精选了很多能够看到漂亮风景的地方 也会带大家去能够享受特殊体验的设施 像是赛车场动物园 当然也会带大家去吃美食下午茶 也会介绍好处的旅馆给大家 那其实金刚呢真的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 那未来呢如果想要就是一行一场比较悠闲的旅行的话 这部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这次呢我们要用自驾来进行我们的旅行 好哦第一站呢我们要去小四山山脊步道Misola 然后呢我们要搭缆车上去期待 好我们现在呢就是搭乘这个缆车 要前往小四山山脊步道Misola 那边呢能够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 像魔滩啊伊豆大岛 而且啊它是2021年4月新开幕的一个景点 这一次呢就介绍这个地方给大家 那这里啊距离刚刚的伊东站 开车大概是15分钟左右的距离 我们到了眼前的海景太美了吧 不过今天稍微有一点阴阴的 但还是很开阔 这上面啊有一间咖啡 在这里的展望啊也非常的好 我们就一起进去 哇 可以吃一些小点心 它说先点完餐之后再去找位置 这样子 这里的咖啡啊也有它做 可以在这里点餐 好我们点了一些小点心 云云云云的冰淇淋 这个啊好像说是柑橘系列的味道 喝一口看看 好像有优格的味道 它就是比较清爽 然后酸甜的滋味 不只好看而且好喝哦 那边啊可以看风景 我们去看一下 我的后方啊就是一望无际的海景 很漂亮耶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片是 蓝蓝的清空的话 哇 在下缆车的地方啊 还有一间餐厅 大家可以坐在这里休息用餐 然后这里最有特色的就是 眼前的这个熔岩烧 它那个啊是熔岩的板子 然后上面可以烤一些牛排 或者是猪排 看这里的特色料理 哇 车车下来也好好过 超级可爱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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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金瓶糖 然后跟水果干 天哪 这个超适合买回去送的耶 还有肉绿季耶 天哪 哇 大家那个 杜鹃花的季节可以来耶 还看得到富士山 好 接下来呢我们开车 大概45分钟来到了一间海鲜餐厅 带大家去吃好料 餐厅呢在二楼 我们上去 好我们现在进来餐厅了 然后很幸运的我们有坐到港边的位置 视野超好的 那现在啊 带大家看一下这间店的菜单 这间店呢最主推就是这个金木雕 那我们现在是先点了一个这个 这个 还有点一个这个 红白二色丼饭 其他也有 像是 櫻鱼软 可以做选择 小朋友也有耶 好我们小菜上来了 那现在左边这个呢 是各种口味的鱿鱼 这个 然后右边呢 是分布的小菜 好快速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到底点了什么样子的东西 首先呢是这个 它是金木雕的山痴 这里呢有那种茶泡饭的汤 可以就是变换吃法 接着呢就是这个二色丼饭 那些超好吃的这个鮭鱼卵 然后呢是刚刚有说有Sakura AB的盖饭 哇 它这个好会装哦 整个就像富士山一样耶 然后啊 丼饭的话 它也都有附这个茶泡饭的汤 接着呢就是我们这个 多种吃法的金木雕 好多种类哦 那我们赶快开动吧 现在来吃吃看 首先这个应该是用炖煮的方式 哇超级肥美的 嗯 很好吃 它这个酱油 甜甜甜甜的那种鱼的滋味 那种很好吃 再来吃一下这个炖煮的 哎呦 很超嫩的耶 很好吃耶 这个香腥比较苦手的话 就是比较冷 它这个香腥比较少的 鱼生鱼片 这个香腥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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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啊 经过店主的说明啊 才知道说 这个饭啊 其实是它很比较 著名的一个香腥料理 在他们值得庆贺的时候呢 就是会用这样子 金黄色的饭 然后再搭配上这个 金木雕 鱼 鱼的话 就也有那种 有美得菜的 含义在里面 所以来这里呢 就可以吃这样 带有好一头的料理哦 好了 那我用完餐了 刚刚啊 我吃了这一份 它其中一个用烤的鱼 它是西筋烧 所以吃起来呢 也是甜甜的 那另外一个用煮的那个鱼呢 刚刚老板就说啊 这个地狱呢 它的调味是 让它变得比较甜 所以呢 吃起来也是甜蜜蜜的 然后刚刚啊 就是吃完这一整份啊 大家就在说 哇 我这一份根本就是三份定食 竟然一次能够吃到生鱼片 然后烤的跟煮的 就是真的是物超所值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动物园 这是我今天超级期待的一个行程 这是我今天超级期待的一个行程 这个是提染型动物园 这个动物园呢 是日本唯一一个 以爬虫类还有两生类为主题的动物园 大家可以在里面见到很多可爱的乌龟啊 蛇 然后还有什么美洲猎蜥 这里写说也有很多的清怪 这个呢 是这里的票价 我们赶快进去看一下 来了很温暖的一个园区耶 哇 真的可以看到很多的爬虫类影 它说世界中啊大概有3000种蛇 在那之中有750种是有毒的 它有一个这个标志啊 好像在日本 所以我这里看得到耶 乌龟好可爱耶 所以接下来的区域会有乌龟 普通的在路上散步耶 我们进去看遇不遇得到乌龟 哇 哈啰 是乌龟耶 好可爱喔 你怎么触到这里呢 他说如果是想要触到这里的话 就是要去右边 要去前面 好那这里我们不要打扰他 如果要碰他的话 要有专门的那个工作人员在旁边 啊这里是乌龟的天堂耶 太多只了吧 30公斤以下的小朋友可以坐在烏龜上面拍照 太羡慕了吧 這裡是ふれあいコーナ 有工作人員 在這裡 他們好像想吃我的裙子 這裡連轉蛋都是以爬蟲類為主 哇烏龜大菊每一隻都好大喔 牠說椅子是日本最大的象龜繁殖設施 可以跟象龜一起拍照 一張一千日幣 剛剛工作人員呢 就是用那個他的手去碰他的甲殼的裡面 就是要讓他覺得好像小鳥來吃他的 在他身上的蟲 所以他就會把身體展開來 哇這個140歲 100歲左右 這裡也有紀念幣耶 好可愛喔 這個烏龜的造型的 而且竟然有園長的耶 大家知道這裡的園長很有名嗎 他可以說是全日本最了解蛇的男人 想拍照的話 如果附近沒有工作人員 就是要按這個鈕 這個很重耶 20公斤 我現在被壓垮 第二天一大早 我們先來到了一個叫做龍宮窟的地方 這裡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風景喔 一起下去 好漂亮喔 這個啊 看起來有沒有像一個愛心呢 很躺的愛心 接下來呢 我們要從上方去眺望 據說看得到愛心形狀 上來之後看到這個標示 他寫說你就算很緊 也請停下來 跟他進個禮 這裡有一個龍王社 然後旁邊呢 就是Hard View Spot 啊 又要往下了 抵達了 這裡寫說是大自然所製作的 神秘的愛心 懂嗎 大家有看到 覺得像愛心嗎 哇 那個海水打在岸上了 在上面看起來有七彩的感覺耶 好像還可以繼續往上爬 再上去看一下 默默的走了一圈 竟然繞回原點耶 太神奇了吧捷克 好喔 接下來我們要去華沙 前面有一個 Sandoski Joe的入口 就是這裡 我們剛剛在這裡啊 我們現在要去這個位置 華沙 他說 因為這邊有強風 所以才打造出了這樣子一個 天然的華沙場 這裡有寫到啊 它的斜面是30度左右 那很斜耶 那我們等一下要滑的沙呢 就是這個 大家可能要自己準備指板來玩 剛剛就是 其實路上啊 有些平衡 剛剛看我在出的頭 一個都是300之遠 這邊要先進去 玩兩個腳 其實這個華沙很耗體力耶 我相信啊 帶小朋友來的話 小朋友一定超孩 所以如果你們家有小朋友的話 就是可以帶他們來這邊放電 然後大人就可以在這邊看海 對 放個空 讓小朋友自己去玩耍 那我們現在在的這個 石狼奇登台啊 它是伊豆半島的最南端 哇 大家看這個吉祥物 本人太可愛了 這個叫做伊羅半島 大家看他還有做成娃娃 好可愛唷 那我們現在是在一個 南伊豆ジオパークセンター 地質公園的一個小建築物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那個 十郎奇燈塔看看 我們接下來就要到 伊豆半島最南端的燈塔 伊豆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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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到了 十郎奇登台 它呢 就是也包含著 祈願航海的 平安當地 來 我們的這個 安爵呢 本人就是以這個 登台為造型設計的嘛 這個燈塔的後面 可以看風景 我們上去看一下 哇 好美 我們現在所走的這一條路呢 就是神社的山道 哇 你看看沒了 你看看沒了 我們要下去囉 我們現在走下來啊 底下就是神社 這裡有賣一些 奥摩摩利 還蠻特別的耶 像這個 金韻的背索 好可愛 因為這邊的神明呢 它是保護海上安全的 所以像這種 保護交通安全的貼紙啊 或者是保護海上安全的御手 都是這邊 很有名的 現在神社的旁邊 有一個可以看得到 底下有一個木頭有沒有 它好像是 伊豆七大不可思議的其中之一 傳說啊 過去有一艘船 它在這個附近呢 就是遇到了船難之後 然後就跟這個神社啊 就是求說 請讓我脫離這個船難 我會奉納就是我船上的這個木頭 這樣子 然後它就脫離了這個船難 那我們現在來到 比較靠近海岸線的地方呢 這裡就是雙片神社的粉色 別圓的一個神社 哇 我覺得這個燈塔 還有底下的那個神社 真的很不錯耶 那如果帶喜歡的女生 喜歡的男生來 就搞不好會有不錯的效果 你說是不是啊 男爵 我們來到這裡一階咖啡廳 它叫做Franbois 好吃 好我們趕快進去 它旁邊呢 有很多的手工餅乾 有火醬 還有一些蛋糕 還有水果糖 然後我們選擇坐在室外 大家看它這個椅子 非常的取法自然的感覺耶 然後看那邊還有在曬室乾 好我們手點的蛋糕來了 首先右手邊這個是跟店家同名 它是Franbois 是附盆梅的意思 然後上面的這個水果啊 根據季節會做一些變化 第二個這個是松崎檸檬蛋糕 使用當地的檸檬製成的 這兩個看起來都很好吃耶 然後來吃一下它的蛋糕 首先是它店家同名的附盆子 它上面那個附盆梅的酸味還蠻畫龍點睛的耶 底下是那個巧克力的蛋糕 然後上方有那個慕斯感 很好吃很好吃 接下來是使用他們當地檸檬所做的蛋糕 這個有酸喔 它的酸雖然是很明顯 但是不會讓你皺眉頭 這個我喜歡 然後它是一層檸檬醬 然後搭配一層蛋糕 吃到嘴巴裡面之後啊 是那種綿綿濃密濃密的 口感非常好 我們現在啊就在路上閒晃 現在在這個松崎町的路上啊 看到很多這個牆壁 據說好像是這邊還蠻著名的一個街景 這上面還做那種彩繪玻璃 它是松崎町的觀光協會 我問了樓下的人說 可以上來看這個彩繪玻璃嗎 他竟然說可以 很可愛耶 然後剛剛在樓下啊 工作人員就給了我這個 散步的地圖 可以看到說這種格子狀的牆壁 真的是這裡還蠻有特徵的一個建築樣子 前面那一棟建築上面的那個 這造型好特別 哇這個裡面是有彩繪的耶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了吉他片套 這裡的街景很特別 這裡還有感覺是家文 我們原份啊是要來搭船的 那是因為今天的風真的太大了 它那個船完全沒有辦法開 也是很推薦大家如何之後來啊 天氣比較好 可以嘗試搭搭看這個船 今天就是欠航 我們原本就是要去搭這個船 能夠看那個青枝洞窟 像這個樣子這樣 因為沒有辦法搭船啊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 Sanset Plaza 唐島 這邊好像蠻多設施的 有那個 Huric Art 可以拍照 一起去看一下 好我們進來了 這裡呢好像有40多個作品可以拍攝 想要摸的話什麼的都可以這樣子 我們現在出來 那個天空啊被夕陽給染得非常溫暖 有我的名字耶 好我進來我這次住的房間 我現在呢是來到修善寺 溫泉街的一間很有名的老鋪旅館 它叫做新井屋 那我今天所住的房間呢叫做花二號 這裡呢是玄關 進來之後左手邊是廁所 這個樣子 小而翹 那因為它是溫泉旅館 所以它房間裡面並沒有浴室 就是要去一些露天溫泉啊 大漁場 可以去做使用 那右手邊這裡呢就是房間的部分 一進來呢就又是一個小隔間 左手邊呢就是主要的空間 還蠻寬敞的 然後這裡呢還有一個小隔間 對大家可以坐在這裡 然後白天的話應該就看得到外面的風景 然後另外一邊呢就是有一個小小的洗手台 發現這裡有一個櫃子 就是衣櫥 有一個保險箱 浴衣的外套 去洗澡的時候所需的一些用品 這裡的話呢就是有水 熱水壺 還有泡茶的器具 然後也有冰箱 好我們現在吃飽喝足 然後要去拍夜風 哇期待 今天的月亮好大好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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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路上啊也有那種煮湯欸 它可以在這邊暖暖身子 這裡呢是櫃橋 你要走過去 我們現在呢來到呢 我們現在呢來到呢 櫃橋 是溫泉後面的一個竹林 現在有進行一些點燈 其實滿有氛圍的耶 好我們現在在外面散步回來了 剛剛check in的時候沒有帶大家看這個飯店的大廳 現在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剛剛啊我們有簡單的先在這裡選那個浴衣 它還滿多顏色的耶 不過它是照身高來做選擇 選自己喜歡的帽 就可以上去你的房間 然後啊它這個旅館的構造 我覺得滿特別的 這個門出去之後竟然是一個橋 這裡呢就有一個小橋流水 超級有格調的 好我預約了這個貸切的附路 這個是稅蓮要付費的一千一這樣子 它的浴盆是八角形的 好特別喔 現在只剩下30分鐘可以洗澡 對跟我來洗 哇早上的風景 我的房間外面就是一片溪流 還有風紅 哇這一整個都是豆腐耶 哇這一整個都是豆腐耶 好我們早上呢要稍微逛一下溫泉街 然後啊剛剛穿鞋子的時候 我發現鞋子是溫的耶 然後問了民館之後 他說這是他們的服務 覺得很溫暖 好我們要來溫泉街的散測 這裡有一個煮湯 我們昨天呢就是往這個方向去散測 好然後呢我們現在要去日之神社 那邊呢就是有一個很有名的風樹山 上面這一棵啊也是風樹 只是現在啊還沒有完全的變紅 日之神社這裡啊是求子跟求夫妻園 然後日之神社啊它的繪馬 竟然是由自動販賣機在做敗售 那我眼前這棵啊就是日之神社 這個很有名的富貴山 那我們白天也來看一下這個小蓝山的地 就是風 我們也有來走這個橋 好 我覺得這邊白天很漂亮 我覺得比起晚上更推薦大家白天來 好那我們今天要來看這個九山染色爐 它呢被那附為世界文化遺產 它的整個世界文化遺產的主題是這個 明治日本的產業革命遺產 整個內容呢其實遍佈了全日本 還蠻特別的一個文化遺產 這個設施呢它裡面有展示很多的歷史資料 它是付費設施這樣子 那我們就一起進去看一下 那這一次啊我們的主角就是這個九山反射爐 它呢就是利用反射啊能夠達到一千三百度的高溫 然後讓那個鐵融化 進行一些塑形啊製造兵器 這樣其實整個主題就是日本的近代化 其實我們在查資料的時候啊還有看到這一位先生 他叫做江川英龍先生 他呢是建造這個反射爐很重要的一個主導人這樣子 其實最引起我們的興趣的是 他當初啊為了要給軍人軍糧 他還烤了麵包 所以呢他其實還被叫做麵包的始祖 這個九山反射爐的附近竟然有種櫻花耶 所以也是個櫻花景點 好我們現在呢要正式齊城去看 九山反射爐的本人 就是這樣 覺得它是蠻神奇的一個建築耶 融化的鐵會從這邊流出來 可能在這邊作業嗎 欸他有賣那個耶 胖手的胖 他最主要的這個麵包 這裡是很厲害耶 找到了找到了 就是這個 當時是把它泡在這個什麼湯茶裡面 然後一起吃 然後一起吃 Viu機香味 接下來呢我們要去拌柴茶姑娘 後面呢就是茶田 這裡還有可以看富士山的展望台 富士山有出來見我 這次是特別請他們幫我打扮 讓大家看一下 扮起來蠻可愛的耶 現在兩旁啊這些好像都是茶 這裡有一個一隻 一二三 春先那時候 現在有點硬 但是 比較柔軟 很難的 很難的 哦 拿到了 拿到了 採茶姑娘的體驗啊 它其實是分春秋兩季 然後春天呢 是從四月一直到六月底 是採新茶 秋天呢 則是九月十月 所以呢 大家可以把握 這兩個季節來這邊體驗 我覺得真的很可愛 如果你跟我一樣 人品大爆發的話 就還看得到富士山喔 它這裡集合了好多 當地的特色西打 很壯觀耶 這裡還有 煎茶 紅雞車的一個 Soft cream 我們要去的店家是這個 卡格亞 卡格亞 好 我們現在買到五間非常漂亮的景觀咖啡 好 好 好 這就是旗艦限定的商品 這一個品牌都有派拿出來 還有它的品牌 或可麗 但是這個是旗艇勝利的 好像最近會減肥 接下來呢 它們會畫草莓 好像會持續到一月中這樣 就是不定期呢 會有旗艇勝利的商品 我們想吃鹹食等等 也都有三明治 那包辦還有披薩 這個真的很不錯耶 不僅是來用下午茶 來用正常 也看得到啊 我們點的這個可麗餅來了 那剛剛啊 細細的看它的造型之後啊 才發現說 它其實是以 靖鋼線的富士市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傳說 是關於灰葉姬 那因為灰葉姬這個故事 雖然是全日本都有 但是呢 在富士市這邊的版本 是稍微比較不一樣 所以富士市呢 其實是還蠻推這個 灰葉姬的故事 那這間咖啡呢 它也把灰葉姬的元素 採納到它的整個餐點的造型上面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就是像和服的那種造型 非常的別緻耶 然後後面就像它的那個 比較高級的和服 後面有那個裙白的那個感覺 好美好可愛喔 很推薦大家來這邊 可以點它們的可麗餅 這個期間限定的蘋果派 拿鐵 好像底下有蘋果泥的樣子 看一下 然後我們還加點了一個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飲料 它是絕冰拿鐵 感覺起來就很好喝 我們要趕上去 我們要去同一三點去拍攝 從這裡看視野很好耶 好漂亮 漂亮 漂亮 第四天的第一個行程呢 我們要去一個叫做白癡瀑布的地方 現在我們的所在地是停車場 剛剛獲得了一個情報 這個可以拍到漂亮的富士山倒影 哇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他說還可以站在這個水池邊 是當地人推薦的拍照景點喔 剛剛那個水池啊 目前還沒有很多人知道的感覺 又鑽到一個拍富士山的雪場景點 現在大家看這個影片真的鑽到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阿寺 接下來會拆掉的展望台 大家不要都卡在這邊 我們繼續往前走 到處都有富士山 現在這個地方很多都有一點圍起來 接下來會做一些整備 所以未來大家來的時候 這裡應該會更完整 我們現在要去他新做好的櫻子瀑布展望台 還看得到富士山的頭耶 太可愛了 哇這個展望台很棒耶 我們看到這裡有富士山 身後呢還有櫻子瀑布 視野很好 這個展望台 感覺真的是一個很不錯的拍照地點 菜圍 你看到左下角 腳腳的地方 現在呢我們要走下去 他的白絲瀑布的展望空間 這裡的瀑布的水 好像是富士山的龍水喔 現在秋天來 還可以欣賞紅葉 不吵醒 大家可以來這邊稍微踏踏青 一次可以看兩個瀑布之外 還可以拍富士山美照 有發現彩虹了 夢幻 給大家一個小道消息 聽說啊 十點跟兩點 這兩個時間啊 比較容易遇到彩虹喔 哇大家這個最後的一個展望台 絕對要來 不來真的會後悔 這樣子繞一圈之後啊 就可以再回到 停車場 這邊的路線規劃還不錯耶 而且他還把最後的重點 巨大的富士山家 白絲瀑布 展望台 設置在終點 完全就是有一個完美的結尾 我相信這裡四季都可以來 讓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能夠在秋天的時候過來 現在啊我們來到了 今天第二個景點 但是已經期待很久了 去富士沙發里 Park 這裡有一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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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體驗就是 我們會搭乘這個巴士 我們就可以很近距離的 接觸到就是動物 哇這個就是公車的內部 蟲蟲的防護 很大一台其實 現在我們拿到了 他們的靈絲 這個是獅子 熊 還有路透 我們在這個車子裡面啊 是不可以隨意的移動位置 不可以隨意的站起來 也不可以摸那個網子喔 為了安全 啊 好緊喔 好可愛喔 好吃嗎 開動 可以開自家的車進來 來到獅子王的世界 走過來了 他跟我搶這個唔 你好帥喔 魚雞好漂亮 接下來是老虎群 然後因為牠是很珍貴的動物 所以這裡目前只有一隻 哇好帥喔 在眨眼 接下來是其他的 喔牠在走路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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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尼 接下來是大象區 這邊是可以看到 富士山還有大象的一個 絕佳攝影點 不過現在富士山就是稍微被擋住 大家還是未來來的時候可以期待一下 能夠看到絕景囉 可愛的拉姆 牠們剛剛在糊塗口水的感覺 欸 呵 你想做什麼 牠在舔那個欄桿欸 發生什麼事 很擠很擠 啊 都是口水 好喔 我們現在啊來到了 富士尼 Speedway Hotel 這個是一個還蠻高級的飯店 它呢是美國的一個 凱月針選 然後跟這個 Toyota 一起合作所打造的一個高級飯店 那這裡的三樓呢 有一個很高級的下午茶 而且還是景觀下午茶 能夠看到富士山喔 今天啊我們的運氣超級好的 現在富士山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等一下呢就要在這個窗邊 享用下午茶 很推薦大家也可以來 因為他們家的東西啊真的是好吃 然後 有這個景觀 太棒了 真的 現在這個 超溫暖的 超魷魚的 他們自己做的果醬還有奶油 搭配絲糠 這個容器呢 蓋子上面 也有寫富士尼 Speedway Hotel 是專用的箱子喔 好 我們現在啊 吃完了那個下午茶 我覺得好好吃喔 尤其是它鹹食的那一盤啊 每一樣都超好吃 那個絲糠啊 一層一層的 超級美味 分量的話 我覺得剛剛好 就是對女生來講 那我接下來呢 就是要正式到隔壁去體驗賽車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 富士國際賽車場 富士 Speedway 它呢 就在我們剛剛吃下午茶的旁邊 那它這個地方呢 其實有蠻多體驗項目的 像是大家啊 可以開著自己的車 然後實際分駛在賽道 或者是跟他們官方的車做紀念設定 看比賽之外呢 也是可以有很多的體驗 而且其實是看得到富士山的喔 我們等一下也去看一下富士山在哪裡 哇 衝過來了 衝過來了 賽車衝過來的時候 破例啊 完全不一樣耶 接下來我們到園內的餐廳 等邊去看看 這裡有那個 頒獎台 因為它的背面啊 竟然是富士山耶 可以在這邊拍紀念照 這裡面複色的餐廳啊 沒想到竟然也看得到富士山 超厲害的 而且它的價格啊 很便宜耶 這個好像是他們的 比賽女卡 他說要表演給我看 喔好帥喔 他會發光耶 而且大家出入裡面的人的笑容 哇 謝謝 對面就是 觀眾型 超級近的 這個只有媒體近得來 如果比賽的話啊 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 就會來到這裡 為大家播報賽事 得名的人的話 就會從走道之後呢 走出來 被頒獎 面對這麼多的觀眾喔 好帥喔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 管制室 所有的賽道 所有的 他們要監控的 轉角都可以在這邊 螢幕瞭然 大家看上面那個 照相機 賽車經過的時候 到底誰最快 就是通過他的紀錄 去判別的 VIP Lounge 喔喔喔喔 視野很好 從這個VIP的Lounge 自己還看得多富士山喔 我們現在啊 來到了御殿廠OLED 最後一站當然要好好的來買東西 今天富士山也很給你 超級清楚 感動感動 這裡視野超好的 現在要入冬啦 其實我也很想要 一些冬天用得到的東西 大外套啊 或者是圍巾 然後手套等等的 等一下如果有看到喜歡的 就把它買起來 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品牌 這一間店啊 我其實買了超多衣服的 這一間我真的蠻喜歡的 很推 然後呢 帶大家進去逛 這一間Lope Picnic 這一間我也還蠻喜歡來逛的 他的風格 稍微比較休閒一點 這個圍巾 很有份量感 然後呢 他是男裝跟女裝都有 覺得這種帽子 真的很流行喔 我看到好幾間都在出 而且他戴起來也很俐落 這件外套好像也不錯耶 袖子這邊的設計還蠻特別的 其實冬天啊 也不一定都要 穿得很暗啊 還是說很白 有時候有這種比較亮色的單品 我覺得也很不錯 耶 買了一件百搭的內搭 我頭上戴的就是這個卡西拉 他在日台灣人蠻喜歡買的一間帽子店 前面的這兩個品牌我也很常逛 因為上禮的馬路易里面就有 他的風格我覺得稍微帥一點 偶爾會找到這裡有辦法穿的 這一間應該大家到東京到哪裡旅遊都會很喜歡逛 接下來呢我們來到了Beams 這個呢應該也是大家非常喜歡逛的 我們一起進去看一下 一進來就看到想要了 但這是小孩子的 還有兔子對 好啦帶大家看就是我真的會用到的 我覺得Beams的東西真的品質都很好 版型跟時尚度也都很夠 我自己也很喜歡 像這個就很好看 兩個顏色我覺得我都蠻喜歡的 那我們現在要來吃飯 這裡有蠻多間店可以選擇的 這個拉麵覺得很不錯 干貝也覺得好少見 然後還有這一間的大海老山頂巧麥麵 感覺他這個卡茲東啊 也有想要把它做成富士山的感覺 第一個餐點來的 這個大海老山頂巧麥麵 蠻壯觀的 真的 很適合來去電廠奧類的時候吃 然後是拉麵 有很多片的干貝 看起來非常的清爽耶 哇剛剛喝了一口他的湯 是那個鯛魚的口味 來吃他的干貝 很嫩 再吃一口麵 他的鯛魚的湯頭 完美的巴褲那個麵條 吃起來非常的夠味 看是清淡 但其實味道還蠻濃厚的 是蠻適合冬天的時候吃的 而且我發現他的碗啊 其實是有富士山的 這裡也有寫那個御殿場 好那我們這一次在靖岡的四天三夜旅行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這一次呢我們主要是 遊歷了靖岡縣東半部的地區 去了還蠻多地方的 然後也走訪了很多 我自己就是平時在收集資訊的時候啊 覺得很有興趣的地方 像是動物園啊 露士山的拍照景點 這一次玩下來啊 整個就覺得非常的悠閒 跟在幾個大都市旅行的那種感覺 截然不同 自己呢還蠻推薦三五好友 或者是小家庭三代同堂的這種旅行 就是可以來到靖岡這邊 那希望這一次的影片呢 能夠給大家一些參考 不同於大都市的玩法 那如果大家對哪裡特別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分享 那之後呢我會繼續分享日本的旅遊資訊 有興趣的話記得要訂閱我喔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